你去开车 行行行 我去开 陆寻 你知道他是谁 对吗 是 晚了 这六年以来你消失的无影无踪 是我一直陪在他身边 了解他的生活 知道他的喜好 成为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而你什么时候 是他一个高中同学而已 我没听到你们在一起了 我承认 我们之间确实没有按照我期待的发展 但你明明认出他来 却又装作不知道 你又在怕什么 我猜猜 是因为 你根本不知道 他高中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喜欢你 即使是喜欢 这份感情也会在六年里面消失殆尽 所以你只能不断地试他 因为你害怕 你害怕知道最后的答案 那封信上 到底写了什么 你给我站那儿 原来你当时看见了吗 是什么 那我告诉你 我 不要过来 我已经报警了 多管闲事 不 我 你 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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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轩 骆轩 没有伤个骨头啊 但是呢 扫手上有个钉子 还是打个破伤风吧 比较保险 抱歉啊 我不知道是你 你们是林璐夫妇吧 林小姐随时都会换CP 也不一定是什么夫妇 也不是随时吧 医生 来了来了 你们稍等一下啊 那林小姐给我解释解释 前脚刚许晚约 后脚就选了刘墨一起是什么意思 跟你许约要钱 不跟你许约赚钱 我当然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钱了 你今天来医院干吗 小姐不舒服 我来看看她 那你又为什么来医院了 罗峰生病 你这里怎么多了一道疤啊 多 林小姐还知道这里以前没有疤呀 我去外面 哎呀 你有事就先去忙吧 我自己可以处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忙 不忙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找你半天 打你电话呢也不接 喂 陆许 你们来这儿医生啊 让我告诉你 那个 我调查过了 那个人不是这医院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小姐已经把医院转到VIP病房了 好 陆总 你要不先在这儿休息 我们先走 喂 你已经回去了呀 好 那我待会儿自己回去 你弟弟走了 没事 这不行啊 你胳膊受伤了 还是跟我们一路的好 没事 我没回去啊 什么意思 这不小灵姐吗 怎么突然植物人了 你是私生吧 你怎么追到这儿的 私生 我长成这样 你说我是私生 我可是SW集团总裁 的亲弟弟 总裁的弟弟 就穿成你这样 闲得论货 像个弱姬一样 你当我傻的 谁弱姬啊 我警告你啊 不要出去乱说 我要见你去打乱死 你去开车 行行行我去开 成呈怨 Could you hear her last world 是 i know her 的心动 对吗 是 反了 这六年以来你消失的无影无踪 是我一直陪在他身边 了解他的生活 知道他的喜好 成为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而你只不做 是他一个高中同学而已 我没听到你们在一起了 我承认 我们之间确实没有按照 我期待的发展 但你明明认出他了 却又装作不知道 你又在怕什么 我猜猜 是因为 你根本不知道 他高中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喜欢你 即使是喜欢 这份感情也会在六年里面消失殆尽 所以你只能不断地试探 因为你害怕 你害怕知道最后的答案 那封信上 到底写了什么 你 给我站那儿 原来你当时看见我 是什么 我告诉你 走啊 听歌吗 听 不听 好热啊 凌晨 开个空调吧 不开 陆总 你就先回去吧 我跟领馆还有话要说 陆总再见 你 你 你是回酒店对吗 你和陆寻吵架了 我才懒得打理他 不过你今天怎么了 自你去过医院以后 就不太对劲 可能今天下雨了 我又想起那个事 不是我说你啊 你真是从小虎到大 那种事你也能自己上 要不是警察来得早 你命都没了 我听说 那个女孩连夜办了家 那个犯人 最后也没人强奸 认了其他的罪 只判了几年 那我不上他就死了 不过 也真是巧 正好检察来了 哥 哥 吵什么吵 哥 我刚遇见林毅事件了 我在医院看见林婉了 白天还在跟你们一块录节目 晚上人就直入了 怎么啦 原来是这样才会代替林婉 什么 你去查一下录制第一天的酒店监控 当天林婉团队有个人受伤 也许这并不是意外 当天所有的禁书人员都要 干嘛呢 哥 你说我怎么穿的就不像个霸总啊